假设ABCD这个行列式等于1 那ABEF这个行列式的值呢会等于-1 是求4A4B C加2E D加2F这个行列式的值 好,那我们在这边呢先把行列式做一个处理 好,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列的地方呢 是C加2E还有D加2F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行列式的性值把它展开 变成两个行列式相加 好,那这边第一列不动 所以4A4B我们写上来这边都不动 好,那第二列的地方呢 C加2E我们就可以把它展开变成C还有2E 分别写到两个行列式 好,那再来D跟2F呢 一样也可以把它写开变成D 然后呢另外一个行列式是2F 好,接着我们再利用行列式的性值提出公因数 好,这边呢第一列的地方呢可以提出4 所以就是4倍的剩下A B乘上C D 好,那第二个行列式的部分呢 第一列可以提出4 第二列呢可以提出2 所以我们做一次把它提出来 把4跟2都提出来 那第一列的地方就会剩下A B 第二列的地方呢剩下E F 好,题目有告诉我们 A B C D的行列是等于1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等于1 好,所以4乘于1 好,加上第二个部分呢 8乘上多少 A B E F呢 这边是负1 所以8乘上负1 好,那我们的值呢 就等于4减8 所以就等于负4 好,我们可以把4都拿下 好,那我可以用1 好,打开 5,比4,打开